大家好,我是嘉玲香港的Rozanna 欢迎收看我们的 webinar 今天有个议题就是 哪里是你的罪而居的家? 我这个目的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我在澳洲长大的经历 希望让大家对澳洲有点熟悉 有些问题可能会解答得到 还有因为在澳洲置业的问题 可能大家心里有些问题想问 可能看完这个 webinar 就会清楚一点 希望帮大家去做一些决策 首先我们的联络方式 就有这几个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除了我们联络这些方式 我也讲一点关于我们公司的背景 让大家做投资的时候 了解我们有什么服务可以帮到大家 所以我们先去一条片 很快的 之后我们再讲回今天的议题 好吗?看片 好的 OK 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嘉宁国际 是一家专注于房地产服务的专业机构 专曆至今的三十多年来 嘉宁国际以德北本 以成立身 心情耕耘 积累了豐富的 房产物业投资经验 足迹遍布了澳大利亚 中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文莱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三十多年来 嘉宁始终坚持着公司的愿景与理念 以职业道德为价值观 帮助每一位客户成功致业澳洲 嘉宁国际地产公司能从马来西亚 印度于西亚 新加坡 澳大利亚和中国 实际成长三十多年 是全靠嘉宁长期坚持公司的理念和愿景而来 嘉宁是个专业的服务公司 我们的平台是通过房地产这个车道 制造许多实际与可靠的机会 与大家分享 让大家生活变得更美好 与澳洲数百家开发商 均有着长期而稳定的友好合作 与澳洲数百家开发商 均有着长期而稳定的友好合作 首富城市 优越的地段 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每一个项目都经过筛选 成熟的团队和后期服务部门 也为嘉宁的客户提供了舒心的投资体验 客户的认可是对嘉宁最大的鼓励 每一位嘉宁人将始终坚持嘉宁的愿景与理念 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服务 祝您更加安心的智业澳洲 嘉宁国际 援您澳洲梦 we are giant noble we are giant Shanghai we are giant Beijing we are giant incredible we are giant Nevada we are giant Indonesia 大家刚刚看完公司的简介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公司的管理层和主席Mr.William 他就是我们的主席 这间公司在上世纪80年成立 所以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接着现在的管理层就有Ian Chan 就是我们的CEO 和Mr.Adrien Chan 都是我们的MD 让大家了解一下 和我们做这个买卖物业的投资 都会增加信心 我们除了香港之外 但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印尼 和北京都有办公室 所以也有好几间的 还有我们的墨益本办公室 和KL办公室 都是自己的物业 所以也不用担心 一间公司我们是会打算做很久的 所以也不会担心唯有什么做不到 团体也挺大的 还有一个服务方面 这一边就有一站式的做法 就是说 又帮大家去管理物业 又从这个选择 单位去管理物业 还有租务 再买出去的 都一站式做完的 所以你说买了物业 然后怎样呢 我们都一样会在你们旁边 和你们服务的 不用担心买了 然后也不知道怎样好 是不是 找租客那些 我们有墨益本有组织 就在那边 帮大家可以找到租客的 那就不用担心 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在香港 是不是 飞过去也有些难度 也封了关 其实 我们接着 说完公司 就说回物业本 我们在说 那里是你的最宜居的家 而且物业本是我的老乡 可以这么说 我在那边长大的 所以就有很深刻的认识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也知道为什么 在11年到17年 连续七年 拿了一个全球 最移居城市的名颜 相信大家朋友很多都知道 这件事 但是 墨益本 做第一都很多年 但是 虽然现在是第二 排第二 今年2020 和2019 都是 的 所以呢 所以我们用这个做指标 去看看 如何去找一间 最宜居的家 一个最宜居的家 那就可能 会和大家 找到一些 好的东西 好了 很简单 很快捷地说 有什么 才能做到最宜居的呢 就是 它有很强的经济的增长 在过去这二三十年都可以的 以前我小时候就慢一点 经济很慢的 好像比较休闲 但是近这二三十年 很强的 接着如果大家有去旅游 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旅游热点 还有这里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结出的 戏 的剧院 和艺术文化 这些都有 在CBD附近 都有很多的 咖啡 喝咖啡 所以很多的 street的咖啡店 有些 其他小一点的 不同的食物 都可以找到的 很舒服 坐在好像一条 好像一条小巷 但是很漂亮的 旁边这些都有一些艺术 除了这之外 还有世界级的体育 赛事 都可以找到的 博士 那些人 就很喜欢 有个平衡的生活 就是 工作平衡 做事之余 又要休息 又要享受一下 所以 又有旅游热点 那些地方 给你去舒适一下 做得辛苦 做得辛苦 周末 开车去外面玩一下 就是这样 接着 如果不开车去太远 就看看那些比赛 澳洲的足球 很多时候都是星期六 那些时间就有比赛 接着 除了这些 地区的竞争 都有些 譬如 这个公开赛 那个网球的澳洲公开赛 接着又有个赛车 Formula 1 所以很多 世界级的比赛 体育比赛 都会去 墨尔本里 举办 都不用担心 为会有闷的时间 再不是 但是 觉得太烦 太烦 就想静一下 或者吸一些新鲜空气 维多利亚省 就是米尼本 那个省份 那里 就有一些很漂亮的 绿油油的酒莊 走山 看看风景 这些是 简直是 做不完 在一年里面 如果去运整个澳洲来说 所以首先 维省这里也有很多的 所以开车 在米尼本里开车 相当不太远 相当多意乐的地方 和大自然一起的 享受大自然一下的 OK 另外一个 热买的就是 知识之城 它的知识之城是怎样呢 是因为有个很漂亮的环境 就令到人 特别吸到新鲜空气 或者种出来的食物 都营养得好些 所以那些人 就可以很悠悠地去创作了 那些学生 读完书出来 又不用怕没工作 因为很多的学生 都有些大的公司聘请的 所以读完书 就能够有些多些的工作经验 就进去其他好些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说 想去一些好些的学校 而去一些好些的公司 所以将来才有些好些的工 找到好些的 找多些钱的话 这个在澳洲来说 就一定有这些机会 在亚洲读书 就很大压力 如果你说 小朋友在亚洲 我只见到很多 个个都说要补习 又要学这些学那些 澳洲那边 就不会这样的 他们没有那么大压力的 这些小朋友 读书就还读书 好像我觉得 也有很多时间去玩的 星期间一定有时间去玩 就算星期日 即是周日 即平日 都可以很舒服地做些功课 我们也有功课的 但是很快就可以 和隔壁的小朋友 出去乘单车 所以很舒服的 如果是小朋友去澳洲读书的话 这些就是很多个亚洲人 都会选择澳洲去读书的 所以就会有想说 就是置业在那边 读完书就留下 拿了那个叫做PR 这些就有其他的学生 就曾经那些朋友仔 都有试过这样做的 这个可能要找一些专人去问清楚 这个只是我认识的朋友的做法 但是现在来说 都是要找一些专人去谈谈的 那下一件事就是看回澳洲的设施 它那个交通的那个网络 也都不差的 其实我们虽然各个都是开车的 在那边 因为开车地方大 好像觉得以前 但是如果你说不开车的 也有很多车搭的 有地铁 我们那边也叫做火车 有电电车 电车 跟着有巴士 全部都齐全 都捉了很好的设备 然后呢 如果说到货柜码头的话 在Melbourne的CBD 就有个全澳洲最大的货柜码头 那边很繁忙的 那边也不是太远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年代 就是那个互联网 那个资讯科技 资讯科技都强大的 它有了所有的基础架构 就是infrastructure 那边也是挺出色的 那些网络各样东西 虽然说地大 拉那些线也很多 但是就非常好的 更加的就是 Legal system 它们都是跟回英联邦的 因为澳洲也是英联邦的国家 所以都是一些 commonwealth的法律 所以和香港都基本很相似 跟着我们那个financial sector 就是那个金融的体制 当然这个也很稳固 很尖端大型 所以就 没需要担心 做任何的投资 都叫做 不用怕 都有一些保障 在最移居城市里面 都要找到最移居的地区 刚好 我就觉得最移居的地区 会是博士山 博士山 博士山 这个是 为什么我这样觉得呢 我以前最初 小时候 博士山 博士山 博士山的时候 都不是太多亚洲人的 都是很多西方白种人 就是我们要用英文来说的 就是西人 就算有些亚洲人 那时候 都是说英文 跟西人一模一样的 那就不是很懂中文的 如果我们吃到一些小小的炒饭 或者什么 都不是那么好吃的 如果比较上 都已经很开心了 那时候的年代 看回今天的博士山 就真的很多之多彩了 因为好像 早 十几年 二十年前 那时候有个移民潮 很多香港人 移民去澳洲或者密尼本 都选择了博士山这边住 所以有小香港之称 其实 那里有46%人口 都是说广东话的 那外出其实都不需要说英文 所以 不觉得去了一个 在一个西方的国家 但是四周围的环境 就非常舒服的 它很大的区域 其实是觉得 感觉上 还有 将会这个区 政府就说 会成为 第二个CBD CBD市中心 就是在 离开博士山大约20分钟的车程度 所以到它成为第二个CBD 就是说它这里很有潜质 它有了所有现在CBD有的东西 或者可以兴建的东西 或者可以兴建的东西 我记得今年 我在这个疫情之前 就回过密尼本 那我们以前在密尼本 就过农历年的时候 有武士看的 每一年都很 很预期 去看这些武士 在密尼本的CBD 很热闹的 在密尼本的CBD 一天 一个星期 是一个初几 可能刚刚是初一 就是初一过了之后的星期 那怎么知道今年 我和家人吃饭的时候 出到密尼本的CBD 就好像不是太多人 为什么呢 原来很多人都说 去了博蕭吃饭 我问博蕭 为什么要去博蕭吃饭呢 他们说 因为那里也有武士看 咦 为什么那里有武士看 现在这么厉害 他们说 那里很热闹的 跟密尼本有得亏 密尼本CBD 看到这里的情况 就是再多些华人的增长 就真的变成了整个香港 大一点的小香港 现在还是小香港 那里也有这样的设施 有了电车 火车 巴士 跟一个最移居城市的 所有的东西都有 这个应该最移居的地区 也有我们所谓的 知识知诚要有的学校 小学中学大学 全部那里都有 还有一两间那些 是比较名校 很多人都在那里读出来 都能进到一些 能力的大学 做到一些好一点的研究 或者毕业出来 都能找到一些挺好的工 所以都在那里附近 在那里了 还有就是 现在呢 他们这里 你看这些照片 你会不会觉得 除了这些楼这一幅 或者有些 它是903 如果没有特别留意的话 有很多这些照片 你都不觉得 它是澳洲 它好像有些 像香港 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全部都好像亚洲人 那买些水果 这些都跟香港有的差不多 所以不是看清楚的时候 一看下去 都不觉得它是澳洲的博士山 所以都有一些亲切感 是要在那里住 不觉得离开了香港太远 在最移居城市 最移居的地区 有没有最移居的豪宅 或者住宅 那原来都有的 这个Panorama Box Hill 就是我们一个 挺出名的发展商 建的 那当然你说买楼 尤其是楼花的话 你一定要信得一个 因为你给了那个手 10%的话 如果它走了 那怎么办 不用怕 因为澳洲 有些法律 保障了这个东西 钱就不会去发展商那里 政府就规定 发展商自己拿钱出来 做这些 发展这些物业 那他们 那些 10%那些 首次拿出来的 那些 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 信息那里 律师 或者一个特别的信息 就是保护大家的钱 那有些发展商 就说到你收楼的时候 你们所摆在那些钱 还可能有利息的 这个要看个别的楼盘 那这个发展商 我们稍后再说一下 他有没有这些优惠 那这个Panorama Box超 首先 你买楼 很多人都说 一定要地 那个位置 位置 位置是很重要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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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ll看一下这个Panorama 方向的位置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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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没多远就有博销central 博销central是一个shopping mall 这个shopping mall有街市和大的商场 有食物各样东西都在 再走过一点就有博销火车站 这是很大的火车站 我以前小时候这个火车站也在 那个火车站有一个交援柱 也有很多巴士转车去不同的地区 有巴士转车也是火车站 就像香港有些交援柱 有些巴士有些火车的 所以也是差不多的 去到这个很大厦的 然后市政厅就在这里 市政厅旁边有个library 这个就是市的图书馆 就像香港有中央图书馆 那些政府的图书馆 然后又不是太远 又有个公园 这些公园都很大 其实现在看的圖片 都看到它是很大的 正正这条街 这条街就是叫 Station Street 这条再跨过这条 就是 sorry Whitehorse Road 我说斜了 Whitehorse Road 就是比较一条很久 我小时候都有的 这些街都很繁忙 就是比较上没有现在的繁忙 但是交通也是很久 这两条街都很充裕的交通 就是很多车 很多车搭 银车也都繁忙得来 就不会说塞车 那如果看到的话 那边是海 接着这个就是CBD Melbourne的CBD 那去都是12.5公里 其实我觉得银车 有个公路 我叫M1 在Doncaster 那里 20分钟左右 就去到市中心 所以非常方便 那它将会成为自己 将会成为一个第二个CBD 的话 那其实 都没什么所谓 可能到时都未必需要 出去这么多次 那这个就是那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那个位置 那位置非常优越的 那所以呢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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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这个是最移居的住宅 那再看看有什么好处 那这个也是一个apartment 就是不是那些平房 家花圆那些house and land 那些house 我们以前就多数都是平房的 那现在多了的人 喜欢住apartment 尤其是香港去的中国人 香港人都喜欢 比较常喜欢住apartment 可能住惯了 香港 所以现在都很多 那但是多得来呢 不是每一间都适合的 那这个特别一点的 就是它那个设计的各样东西 我们会再讲一讲 那这个地图呢 就讲回就是有些什么配套在附近 食市啊 再再深入一点的 再细节一点的 咖啡店啊 还有一些shopping mall 那都看到很多一点点 都是那些都是这个panorama的附近的 那所以看到呢 非常不用担心呢 要去很远才能吃到东西 我们以前呢 整天都说 可能要开车半个小时才能买到东西 那时候真的 没有那么多shopping mall 没有那么多可以吃东西 餐厅啊 这样的地方 不是那么多的 真的不是那么多的 现在真的很多的 比如看到这一点 那接着呢 它有三个大特点 你说不用说那么多了 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 南北通透 就是说天井彩光 低物业废路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简单的 就是再深入它是有什么好处 那最主要我刚才说到呢 就是它的设计 它的设计是蝴蝶式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呢 这些都是令到通风和透光度好一点的 那通风和透光度好一点呢 那通风和透光度好一点呢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省到钱 不用呢 冬天也不用开太多暖路 夏天也不用开冷气 因为通风嘛 那接着那个透光度呢 就不用开那么多灯了 可以用那些自然光了 那所以这个呢 就非常漂亮的设计来的 我们当然是一个需要环保的年代 所以就这样东西呢 这个发展商呢 都非常aware 非常知道是有一个重要性的 令到大家住得舒适一点 有海坑浅的 那简单来说呢 这里也有什么呢 在这栋楼里面有什么呢 那有 因为这栋楼呢 下面几层呢 就是这些商铺 是商用的 好像香港 香港很多都是商用和住宅的 我想说去回这个图 那这个下面就说了 那上面这些都是住宅来的 下面那些就是商铺了 所以是商用的 那然后呢 就有几间呢 整栋楼住的宅宅呢 就有396个单位的 有29层 有123的房間 有健身 天台的花園 天台的世外桃園 真的要看看 也有的 很漂亮 這就是中庭 這就是怎樣令到海通風 你看看一層層 都有綠油油的感覺 就算太陽很曬 也不會感覺到熱 也會感覺到涼涼的 還有透光的 不用開很多燈 用自然光也可以 還有在這裡說 每一個項目 有什麼配套 當然有卡帕 它剛才有寫 然後這裡有卡帕 在香港 我們有時候看樓 就說什麼 坐北向南 但是在澳洲 就是坐南向北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是南半球 所以就是坐南向北 才對的 這裡就會有很清晰的 發展商 做了一些單位 特別是有這件事的 所以是非常適合我們中國人 有時候說的風水 不同的需要都做出來 讓我們去參考去選擇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天台所說的花園 好像一個 你根本在這裡 你都不覺得自己在天台那裡 但是呢 它的感覺是非常 好像去了一個很寧靜的地方 但是呢 你都不覺得自己在高層上面 就是高層上面 就是頂樓那些 或者 這個就是 一些做法呢 看到一些樓 就是看到那些樓 很有層次的景色 還有那些天空 日出、日落 都非常漂亮的 這裏都是在天台上 好像不是最高層 但是都是天台上下的位置 就是很高層的 跟著就 我們說這裏之前 我們看一看片 有一條片 可以給大家再欣賞一下 我先說下一部 這條片很短的 就是說回 我們這個大廈的情況 我們這個大廈的情況 在哪裏 這裏的表現 是不死的 可以給大家 做錯的 就像柔寶寶寶寶 前面 是有一個 我們是否有感覺 在哪裏 這些 我們來 我們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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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